台灣得獲最高的獎項 最高我就是拿到 世界美顏小姐的第四名 然後去年我是拿到 世界旅遊小姐的第五名 跟兩個雙料冠軍 就是才藝的冠軍跟時裝秀的冠軍 第四 第五都沒有進前三 今年要去 六月要去印度比賽 希望可以進前三名 就是全世界耶 我拿到台灣小姐冠軍 想證明就是很多女孩子 要有夢想還是可以實現 第九 從台灣 我們有孟宗寶 開心到眼珠臉 幾乎不敢置信 深深一鞠躬 開心的眼淚不停在眼眶打轉 來自台灣的選美嘉莉高曼蓉 一舉在印度奪下選美冠軍 開心戴上後冠背帶 台上接受表揚 高曼蓉拿下生涯 第一個世界選美冠軍 寫下個人紀錄 還得到才藝小姐第一名 國服走秀環節 也直接穿上 精緻代表台灣的傳統 不是大秀台布 後來機智問答環節 也順利過關斬將 闖進六強的時候就想說 這個要用機智問答 選出前三名 應該是沒有機會了吧 那這一次我完全沒有想過 我會得冠軍 原因是因為這次的比賽 高曼蓉 2017年榮獲台灣小姐選美冠軍 之後開始代表台灣 參加世界各地選美 只是兩年前到馬來西亞 參加亞洲環球選美的時候 遭到中國打壓 在最後一刻準備上台前 被拉住 當時被要求待在台下 一度讓高曼蓉 委屈落淚 這回好不容易才成功血齒 今年是我參加選美的第11年 對我來說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發現這11年來我去過很多很多的國家 然後發現選美其實不單單只看外表 回憶一路上遭遇不少挫折 始終堅信自己做得到 這些年高曼蓉也跨界中信兄弟啦啦隊 用樂觀態度面對一切 一舉摘下世界選美皇后頭銜 她也驕傲大喊 台灣我做到了 台灣家裡打人 是 他們都很厲害 都是有頭銜 我們歡迎下一位家裡出場 我們的第9店 台灣小姐 第一名 好厲害 哇塞 她這代表好漂亮喔 很厲害 誇張喔 上上上都是耶 她的網掛好大 有原住民塗層耶 哇塞 蔓榮 來 謝謝她 蔓榮請問妳的身高是 我身高100 170公分 170公分 體重 50公斤 OK 三圍是 32C 24 36 星座是 水瓶座 喜歡的男人是 喜歡溫柔的 對我好然後體貼的男生 OK 這個當初為什麼會參加這個 台灣小姐大賽 喔 我其實從16歲就參加 美人腿公主出來 對 然後一路上一直比一直比 妳美人腿比過第幾名 我那時候16歲拿第三名 喔 對 然後我後來 沒有 她剛剛一身冷海 唉唷 好險第三名 她來今天來第一名 對 然後 然後從16歲才開始比 然後 我20歲就拿下台灣小姐冠軍 然後我上個月就是去 前兩個月 聽說今天不只帶一條來 對 這兩條 這個是什麼 粉紅色這一條 這叫做Face of Beauty International 然後我拿到全球第四名 世界美人小姐全球第四名 然後這一條是 這一條是 拿到 才藝講 妳就放下 才藝 這條拿到才藝全球第一名 哇 全球 對 也是那個比賽 對 才藝 你當成表演的才藝是什麼 彩帶舞跟民主舞蹈 就是比較有東方特色的舞蹈 那厲害 厲害 那為什麼會為了扛家計參加比賽 因為我出生在單親家庭 然後一開始 我們家鄉有這個比賽 然後我為了獎金去分擔我的家計 我就去參加比賽 妳也難投耶 對 我難投鋪裡人 啊 很確定喔 哇 學姐學妹喔 沒有 那她那一屆我是 平生 啊 有人 哇 哇 升級了 怎麼有嗆聲的感覺 沒有啦 不是 不是 你看 我選出來心目中的冠軍 欸 哦 好會講話 我選出心目中的冠軍 真的 而且你看 她們這些都 學妹她們都可以 貼補家用 然後用學費 對對對 哎呀 哇 真的生女兒真好啊 生女兒而已耶 對不對 將來人家說 生這個女兒啊 將來會多半子 對 生兒子將來就是跑掉 也沒有了 因為女兒比較貼心啦 多棒 再生一個 你是不利 你說我啊 哦 好 也不然是她嗎 所以再生一個是吧 那我回去忙了 哈哈哈哈 欸 我跟你講 因為你比賽嘛 你要得冠軍其實不容易 不容易 你做很多準備嘛 真的 什麼樣的準備 像我身上這身服裝 是因為在選台灣小姐 其實要經過半年的選拔 哦 半年喔 那比幾次 一個月一場比賽 總共比半年 五場到六場 哇 實在 這不容易耶 那獎金一定超高的 她是 不好說啦 欸欸欸欸 欸 光是 真的 那個後面 真的 哇 真的賺 真的賺 然後像我身上這身 其中一個環節是 國服比賽 我們要穿 就是自己去設計一套 代表台灣特色的禮服 那像我就選擇原住民 那因為我是來自南投 所以這一套是結合賽德克族 哦 然後連這個織布都是 真的是原住民 他們手工織出來的 那因為為了要考究一些 傳統跟尊重他們的文化 所以我就特別去請原住民老師 一起設計這套服裝 好奇怪 然後過程真的是很辛苦啦 因為從口條啊 儀態啊 才藝 然後各式各樣的東西都要準備 所以其實我在比台灣小節的時候 我連續半年我失眠 就是我壓力 睡覺 對 我睡覺睡不著 然後有睡等於沒有睡 會不會停經啊 是沒有 對 但是 沒有 那會亂掉 沒有去 沒有仔細去算 可是就是像我每天在夢裡 我就夢到我一直跑一直跑 或是我隔天要比賽了 然後我東西都沒有準備好 緊張 對 然後起來就會一身汗 然後或是就是那時候內分泌失調 長了很多痘痘 然後身體整個高 對 壓力很大耶 調了一陣子才調回來 那像上次我去菲律賓比賽 我也是每天只睡兩個小時 然後我回來也是身體調了很久才調回來 去菲律賓這麼好玩 每天只睡兩個小時 沒有啦 壓力太大 就是他比賽他十天 為期十天 可是扣掉來回兩天 每一天都在比賽 可是像妳這樣比賽這樣一直出來 妳這樣來選老公眼光會不會太嚴厲 我其實反而沒有耶 看了太多就會覺得好像 還是醜得好 醜得好 沒有 醜得有希望 就務實一點 可能真的是對我好的 對 然後比較老實的男生 我會比較喜歡 比較用心 怕實一點 然後老實 我跟你講 我們這裡面什麼都不多 就是老實人多 你開玩笑 我們騙人都看不出來 不是 這什麼另類的推薦 主辦單位嫌棄你的家是背景 對 因為我曾經參加過 我從十六歲就開始比賽 他們看不起單親家幾 他們就覺得可能 我家裡沒有這麼有錢 沒有這麼有勢力 所以那場比賽其實 原本很看好我會得名 可是在前面主辦單位就說 不好意思 就是要求你退賽 或是 就是我後來是參賽 只是他直接把我的名單抽掉 然後 這種講不得也罷 講出來 沒有 都講出來 對 但是 後來還是雪恥 我拿到台灣小姐冠軍 哇 厲害 就是我也是想證明 就是很多女孩子要有夢想 還是可以實現的 這很正面 平常參加那個比賽之外 還會做什麼 我自己是戲劇系畢業 我又從小學舞 那我爸爸媽媽都是音樂老師 所以我的工作都是跟 表演 表演 那是表演 那是你 那是你 表演啊或是拍戲啊 然後接model的工作 其實這個選美 就跟妍妍很像 就是你要一直不斷在裡面 就是學習 對 然後增加自己的經驗 然後要一段時間 才能夠達到一個 如火純青的地步 對 對不對 就是一步一步慢慢來 我在選美界也混過 你沒有去選美界 是喔 那好像很辛苦耶 但是就是說 選美這麼辛苦 然後你又可以做到 就表示說 她的毅力很強 意志力 也剛好是像我去年才畢業 還是學生時期的時候 可以去累積這些經驗 那現在呢 剛畢業 那還要繼續選嗎 應該是會以 就是目前的演藝工作去發展 妳最喜歡做什麼 最喜歡演戲跟跳舞 表演 那現在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選美如果有男朋友 會不會扣分 好像沒有耶 就是 好像可以正常交往 只要那個友誼關係 不是一些複雜或是不好的 對… 就不要影響到你的 還有比賽期間不要來探班就可以了 也沒有 不要讓評審看到 也沒有 是有一個 像選完之後 他的男朋友就是一直跟他全程 然後幫他拍照啊 幫他拿東西的 可是他沒有得名啊 有…他有得名 第幾 前三名 前三名看 第一名那個是手生如玉的 還有手公殺的 開玩笑 這個辛苦你了 謝謝… 也謝謝你真的 這麼多的榮譽回來 謝謝 請坐 一起來歡迎我們這位 正妹高 曼蓉 Let's go 曼蓉應該是有來過節目裡面 對嘛 對啊 是 總算 總算來了個香香的 葡萄公主 什麼是 你就是葡萄公主 美人腿公主 對 都有 也是美人腿公主 現在是中姓啦啦隊 中姓兄弟 天啊 中姓兄弟啦啦隊 妳從十一年很久 從我十六歲開始 然後我是來自 我的家鄉是 難怪美人腿 對 那邊就舉辦了 美人腿公主 然後我從小就 美人腿的腳白筍 腳白筍 塔北筍 塔北筍叫美人腿 塔北筍 就是我一直都無法參加的比賽 妳可以去當那個主持人 就這樣 可以 或是 比較快 對 結果就從十來歲 十六歲 對 因為那時候每個少女 心中都有一個公主夢 對 然後我從小就看到很多姐姐 她們都戴皇冠 就覺得我有一天想要成為 像她們這樣子的公主 對 欲戴皇冠 必成其重 對 妳一定會有一些妳需要準備的 對不對 那個壓力各方面 可是不是聽說選美都就是 有黑幕 有內幕嗎 我聽很多學姐說 選美都會有蠻多潛規則的 但我自己經歷到的就是 有一天那個廠商說 要帶我們去吃飯 請我們吃飯 結果過去發現那個包廂裡面 全部都是男生的長官這樣 然後要我們跟她們美花座 對 然後當下我的老師看到就說 不好意思 我們這樣子沒辦法 就趕快帶我們離開那個會場 這樣多尷尬 直接就撤了 可是我是沒有經歷到 但是就是聽說可能以前的選美 就是蠻多這種 但如果你不去吃這個飯 你的名次就會掉這樣嗎 那妳那一次呢 妳那一次的名次怎麼樣 沒得名 妳看看 真的有這種事情 但是我後來在20歲 拿到台灣小姐冠軍 那場就是真的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吃飯的動作 對 她認為是最公平的一次 因為她拿冠軍 對 公平 對 十字名歸 十字名歸 什麼春交 怎麼樣才是妳要教我們 教戰守則 萬一要去參加怎麼辦 對 有沒有什麼技巧 選美的技巧要有 要準備什麼 每姿每一嗎 選美通常它分很多項目 像是那個 泳裝走秀 泳裝走秀 然後禮服走秀 禮服走秀 然後機智問答 然後再來是 這是那個 對 就是一定要答這個 就是那種希望世界和平 然後再來是 我的強項是才藝 然後有一場比賽呢 這場比賽 我們其實每天生活在那邊 我們所有的一切都列入評分 對 像有一次我比完 我的才藝是美濃之傘 我自己編的舞蹈 然後我跳完舞之後 我前一屆的那個冠軍小姐 菲律賓小姐 她就跑來說 妳這個傘很漂亮耶 對 妳是在哪裡買的 她也想要買 我說學姐 學姐 這個傘已經用很久了 我回台灣再幫妳 寄一個新的給妳 好 結果這件事就過了 對 到我要回台灣的沈一天 我就說學姐我要回去了 妳要那個美濃之傘嗎 我幫妳寄到妳的國家 結果她跟我說 我是要試探妳 是好女孩還是壞女孩 什麼意思 那如果是壞女孩要回什麼 她只是在試探妳 妳會怎麼回答她 可能壞女孩就說 那個傘就是 看妳的態度 對 看我的態度 還有看妳的那個禮貌 看妳的硬對 我可以送妳一個或什麼 對 所以她也不是真心要的 她就是列入評分 所以她總決賽 就是用這個來 我懂了 就很像玩很大的隱藏關卡 對 或者是一些 隱藏關主 或者是一些客人有沒有 然後去店家裡面 神秘客 對 類似這種 五星級評鑑那種 是默默的在做 還有這種 妳得罪有沒有在海外 除了台灣以外 海外得獲最高的獎項 最高我就是拿到 世界美顏小姐的第四名 然後去年我是拿到 世界旅遊小姐的第五名 跟兩個雙料冠軍 就是才藝的冠軍 跟時裝秀的冠軍 第四 第五 都沒有進前三 今年要去 六月要去印度比賽 希望可以進全三名 全世界 對 全世界 她的對手都全世界 都一個女孩子自己去這樣 對啊 我們都是一個人出國 一個人 沒有人陪 那誰保護妳 就自己扛著行李 像我有一次去日本參加 那個國際小姐 我就扛了80幾公斤的行李 然後其中有 27公斤的鳳梨酥 那個指向就是要去 跟大家分享台灣的美食 非洲妳也去啊 因為我至少20歲就是 選到台灣小姐之後 我就開始轉戰國際比賽 然後這個比賽 帶我去到很多地方 像我去年去了 希臘 斯里蘭卡 都是沒去過很難去到的地方 好酷 然後去年也有一個插曲 是我本來要去非洲參加比賽 對 然後因為非洲那邊 有比較多疾病 要事前先打疫苗 所以我就花了五六萬字 去打疫苗 結果在我要出發的前一天 就是尾巴衝突 我要去土耳其轉機 就是土耳其轉機怕有問題 所以我就在比賽前一天 臨時取消了這個行程 可是也沒辦法 就只能很可惜就退賽了 謝謝 繼續努力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